一切在邓小平个人魅力之下 中国共产党是给了中华民族30年的时间 务实地去处理吃饱或者所谓的民生的问题 而在这个民生问题处理完之后 我们的想象应该是在社会制度的建构 整体的政治的改革 进入到我们认为我们的民权的阶段 民生主义 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这个地方 因为你一个国家如果经济发展得当 然后你的政治制度 社会制度的公平性 对人民权益的保护如果出来 这个就是传统无家思想所讲的王道 你这个时候真的会得到近越远来的结果 一个地方能够让我们有很好的经济发展 又能够给予我们公平和自由的对待 我想是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人 都会向往这样的一个地方 但很遗憾的 三号什么原因 使中国大陆的内部因素 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而为了要化解执政基础 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速摊集权的方式 使得这个党重新选择了 毛的这种路线 而承担这样的路线或选择这样的路线的 领导者习近平 也在这个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 过早地走路到民族主义这一块 所以现在的中国民族主义并不吸引人 所以它面临到目前这样 我们认为是中国正在强大 可是它对全世界而言 居然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反而变成是一个负面的因素 那在过去 它认为在某一种文化的号召之下 台湾和大陆会趋向于自然统和 我们不是讲统一啊 就统和 随着文化的交流 随着时间的发展 历史毕竟是分分合合 所以它会有一个统和的结果 可是现在的政治理论已经告诉了我们 从文化和经贸的交流 所衍生出来的和的力量 跟从经贸和文化交流 所产生的那个纷争对抗的力量 它必须要有一个妥善处理的机制 而两岸关系很明显的 和的力量和分的力量 都透过文化 都透过经贸同时产生 可是却没有一个良好的处理机制 让和的力量比分的力量来得大 那站在国民党的立场 当然渴望的是统和比独立或分离来得好 可是在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却没有办法看到一个 更强而有力的机制 去往和的方向 认知的或认同的方向去推动 我国民党的立场就是 你只有站在九二共识上 去推出新的想法 而不能扬弃或就直接抛弃九二共识 另外再造 再造的结果会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它是一个共识 从这个共识当中衍生出来的政策 才是老百姓真真切切能够感受得到的 那国民党即便没有九二共识 但是它在推动政策的过程当中 现在我们不能制定政策嘛 我们作为少数派 在野党 我们只能去影响和推动政策的方向 我们仍然是秉持着九二共识的基础 希望台湾与两岸 台湾与大陆之间取得一个和平发展的关系 这是我们九二共识的愿景